道地时间6月4号,聚焦全球可持续交通运输业,展现行业科技创新成果的专业大会,第三届开拓前行峰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。 不少参展商都带来了颇为吸引观众目光的科创成果展示,比如由中国初创企业展示的3D打印及一体化底盘概念车, 欧洲参展商的轨道自动物流系统,日本车企的轻能源汽车等等,封闭式电动助力三轮自行车, 电动自行车等微出行产品以及无人汽车等,也吸引了不少人气。 本届为期三天的行业峰会以构建多模式交通生态系统为主题,吸引约5000名正、商、学界人士参加。